202太陽報 美國 巴士改站選華商生意 2015年7月10日國際A35華人脈團紐約華埠的小商家近日投訴 長途巴士自從4個月前改至阿倫街停靠後,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意 據悉,每天來會愛州的大巴多達55兩、狹窄的街道幾乎每5分鐘便有一班巴士停靠 而附近的商家指大巴擋在門前,不僅自家上課卸課出問題 不少客戶前來取貨時,車輛短暫停靠點門前都會被罰款